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机发生了车祸 事后小影找到了小翠 通过沟通让小翠得知是土豪杀了他 两人一拍即合开展了对土豪的复仇计划 土豪遭到了火杀 炼击 胡子着火 所有的钱也被自己烧了 成功的折磨的土豪人不像人 鬼不下鬼 后来土豪感觉不对劲 找到了一个巫师弄清楚了一切 那只苍蝇就是小影死后转世 巫师为了对付这只苍蝇 便生了两只麻雀追逐 可不及苍蝇灵巧也都失败 最后麻雀撞到了插座 触发了警报 所有门窗关闭 巫师趁乱中意外死亡 土豪也差点身亡 百密总有一输 土豪看监控发现小翠暗中帮助小影 于是就绑架了小翠 逼迫小影飞到他脚下 让其踩死 随之地上有个针 没踩到小影 自己的脚却被扎了个透心凉 气愤的土豪拿着枪一顿吐吐吐 场面一度失控 这叫杀鸡用了载牛刀 哪里会打中 最后在小影同归于镜中 土豪死于爆炸中 小影在主角光环的保护下活了下来 从此和小翠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 据说人死后将会变成一种动物 在接下来的五秒随机按暂停 将会出现一种物种 然后可以在评论区分享自己抽到的物种哦 期待你的神回复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